然番剧场!然番啦! 第二,试探性的接触路线,这条未来梦境线他还未与三位接仇,三位很喜欢吃各种灵池,他可以提前搜集一些灵池来投喂三位,减少三位对他的警惕性,然后寻找机会以及必杀。 但无论是哪个选择,他都没有毕生的把握,沿着高龙外墙一路的攀爬,快要接近楼顶之际,三位似有察觉一脸警惕地低头朝头望来。 四目相对,为了让三位放松警惕,他选择了静止不动,看到他不再靠近了,三位的眼中浮现了一抹好奇。 他将嘴里的葡萄刷咽下之后,望着风奇开始甩动尾巴,这时候,三位忽然将屁股对准了他,接着一粒又一粒的土黄色颗粒从上方紧直往脑袋落下。 猝不及防之下,风奇被颗粒接连砸中脑袋,意识到砸中自己的是三位的排泄物,风奇脸都轻了。 嘿嘿,这见兮兮的性格有意思,谁规定没和你结仇就不能找你拉一波仇恨了,这位找金色弹幕。 无视了旁白的吐槽,他果断开启了血缘能力,烙印在骨头上的血色纹路顿时闪烁血红色的光芒, 以团团血色器物从体内喷涌包裹全身,眨眼前他就化为了血巨人形态,四肢交替脉动,刺入外甲。 他果断选择了朝三位发起了进攻,在距离三位不足十米距离时,他猛地跃进, 硕大了拳头静直朝着三位杂举,这时三位的身形闪烁间消失在了原地。 这一拳的威力巨大,大得天台垮塌,碎尸横飞。 战位身形之后,他果断扫射四周,寻找消失的三位身影,但扫了一圈他都没有发现三位的踪迹, 于是他果断来到了天台边缘朝下望去。 正如他所想的,此时三位张开双手,自态优雅地从空中慢慢地滑向远方。 看到这一步,他果断从楼顶跃下,扳手刺入外墙,下滑了十余米的距离。 他猛地跃起扑向了另一栋残破的建筑。 在重力惯性的加持下,他猛地砸入了那栋建筑的墙体内。 打滚站起身的同时,他静止向前奔跑。 最后,从建筑的另一端跃出,扑向了另一栋建筑。 视线则牢牢地锁住了还在滑翔中的三位。 被砸中的建筑外墙垮大,建筑残骸纷纷从口中落下。 他没有停下脚步,横冲直撞地穿过这栋建筑,然后在尽头处穿出。 这次他距离还在滑翔的三位距离已经十分地接近。 跃出去的同时,他紧直扑向了下方的三位。 可就在这时,三位忽然转头朝他望来,眼中浮现了一抹嘲讽。 只见他用力地吸了一口气,身体顿时如气球般鼓起,下降的速度骤然放缓了。 猝不及防之下,风琪用力地伸手去抓,但还是差了一个手臂的距离,与三位交错而过,静止落向了地面。 伴随着一声巨响,风琪双脚砸地,碎石横飞。 巨大的动静将一旁形似豹子的领域生物吓得一个哆嗦,猛地站起身来,一脸警惕地朝头望来。 这时风琪脚下猛地发力,身体前倾扑向了形似豹子的领域生物。 他的速度极快,形似豹子的领域生物想要躲闪,已经是来不及了。 但风琪的眼中只有三位,哪顾得上这只领域生物啊? 操,滚一边去。 面对挡道的暴行领域生物,他一脚踹在了他的下腹位置。 暴行领域生物的腹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凹陷。 惊恐的眼眸逐渐突出了眼眶,四肢被距离推着离地,身体后仰。 伴随着一声巨响,他的身体如同炮弹般飞起,砸入了附近的一家商店中。 可风琪却连看都没看他一眼,竟直往三尾落下的地方奔去,想要提前埋伏。 唉,想当初只能在这片区域东躲西藏前进的你,也有横冲直撞的一天。 你终于长大了,为父欣慰呀。 闭嘴。 一路狂奔,他终于提前来到了三尾的下落区。 望着逐渐飘来的三尾,他的脸上浮现凝笑。 哼,毛都给你拔了。 可就在这时,三尾的三条尾巴忽然如同螺旋桨般转动了起来,推动他的身子换了个方向飘去。 我去! 看到这一幕,他果断跟上了。 这时三尾的尾巴在转动的推力下,落在了一栋建筑的外墙上,随后身形如闪电般朝下方扑去。 风琪见状,猛的乐器拳头骤然朝着落地点砸下。 但是他的速度还是慢了一筹。 在他的拳头落地前,三尾就已经提前一步跃起,逃离了。 他的拳头轰然砸在了已经布满秀记的磁悬浮车上,将其砸扁。 没有任何停留,一击不成,他果断双腿发力,紧直扑向了三尾扑出去的方向。 追杀就此展开。 三尾如同一只灵活的精灵,四肢在地面连点,每一下点地都能让身体瞬间出去一段距离。 跟着三尾一路奔跑,风琪使出了吃奶的力气。 但三尾却始终与他保持一段距离。 每当他想要放弃的时候,三尾的速度又明显放缓。 追杀了一段距离之后,他觉得自己又进入到了被戏耍的模式当中。 想到这里,他停下了脚步,这时三尾也停止了奔跑,转头朝着望来。 目光对视中,三尾的身上浮现强烈的能量波动,随即头顶冒出实质化的液态能量,最终组成了一副动态图。 图片上续巨人形态下的他,正在追赶三尾,忽然半倒在地,连与三尾拉出的黄色颗粒相撞。 并且,这幅动画还是重复播放模式。 三尾也在这时开启了他的嘲讽模式,昂起脑袋,竖起了三条尾巴,撅起屁股,开始左右的摇晃。 望着疯狂拉仇恨的三尾,他心中无奈至极。 试着向前走了两步,三尾果断后退两步,与他保持着安全距离。 就在这时,他体内的气血消耗逮尽。 伴随着血肉分解消散,他变回了战体形态。 心又不甘的他,当即驱动念动力压向三尾,身形也跟着扑向了三尾。 念动力在接触到三尾的同时,瞬间将他束缚。 但束缚仅持续了不到一秒,随着三尾体表闪烁紫色的流光,缠绕在他身上的念力被瞬间弹开。 他更是感觉到石海一阵翻涌,一股神秘的力量涌入。 挣脱束缚的三尾在这时往后撤步躲开了他的普及。 再次拉开距离之后,三尾忽然将屁股对准了他,拉出了一颗吐黄色颗粒。 在风起诧异的目光中,他双手捧起了黄色颗粒举过头顶,摆出了一副给他上贡的姿态。 我给你翻译一下,三尾的意思应该是想吃拿去,请不要追杀我了。 气死我了。 这小东西真是太贱了,算是我还明白了折磨的艺术。 看样子,这条未来梦境线你是对他束手无策了。 听到这番话,奉起无奈的点头。 面对身法灵活,还能净化念动力的三尾,他心有余而力不足啊。 打得过又如何,三尾根本就不给交手的机会。 想到这里,他转头往右侧街道走去。 既然打不过三尾,那剩余的时间就用在猎杀其他领域生物身上吧。 总之,灵然给他争取的时间他绝对不能浪费。 正如他所想的,三尾在这时跟了上来。 嘿,还总是出现在他视线所到之处,小屁股一扭一扭的。 摆出了一副,你不看也得看的姿态来,抽缝拉满啊。 他在这时望向了天空,灵然与小黑的战斗还在继续。 此时灵然不知用了何种手段突破了小黑的黑雾封锁,但还是明显落入了下风。 应对小黑的攻势显得十分吃力,却还在死撑。 战况十分激烈。 低头望向前方,他发现三尾又在模拟动态图了。 这次的动态是他对着三尾不断扣手的画面。 期间还伸手接过三尾赏赐的黄色颗粒。 看到这一摸,他恨得牙痒痒。 前面的三尾在他看来,比多次杀死他的小黑更可恨。 小黑起码给个痛快,但三尾急于的却是无休止的精神折磨。 他无法想象,如果某只领域生物惹上了三尾, 也无法像自己这般离开这个世界。 那往后的日子会是多么凄惨。 或许相遇之后啊,就是跟随一辈子的折磨。 想想他都觉得头皮发麻。 沿途一路地搜寻,由于没有气血再开启血缘能力, 他放弃了许多难缠的领域生物。 半小时之后,根据旁白的提示, 风奇在一片建筑残骸中找到了目标。 这是一只体积巴掌大小, 形似老鼠,通体暗红色的领域生物。 利用念动力将其束缚之后, 他踏前两步,一拳砸在了小老鼠的脑袋上。 这一拳势大力尘。 打得小老鼠瞬间翻白眼,身体开始抽搐。 看到这一幕, 他对于杀死小老鼠能获得什么样的天赋能力, 不抱太大的希望。 总之,不会是强力的能力。